拿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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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右手各牽一個忙著趕場 媽媽自上班之後我就進 然後我就進上 那我就進上課了 就是像這樣子 就常常會突然間中斷 然後我可能本來 正在很專業的工作的時候 然後中斷了我就 我剛剛找到哪裡 就算工作被打斷 語氣也訴說著 這是甜蜜的負擔 她是Kony今年四十歲 是專業的聽打SOHO族 心肝寶貝就愛黏著她 但她卻曾因為懷孕被公司資遣 你不過台北區大不易 Kony只好轉做SOHO族 靠一個人的薪水真的很難 尤其是在台北這個 對 所以我們之前曾經就租了 結果房東他說賣就要賣了 那我們東西都已經弄好了 然後對 好不容易也習慣了 結果就被迫要搬走 為了養小孩張羅一家的生活 什麼苦都得撐 但像Kony這樣的青壯年 未來卻可能成為悲慘的過勞老人 第一個是說 她的自有住宅率可能已經在下降 因為房價越來越高 第二個部分是說因為少子化 然後或者是她比較晚婚 比較晚才生 所以她的小孩也許 也許很多人是沒有小孩 或也許很多人只有一位到兩位小孩 所以她像以前這個狀況底下 是依賴子女去她進行一個 所謂的這樣撫養的一個責任 跟義務的話其實也不存在 夾在老人與小孩之間 四十到五十五歲青壯年成了三明治 現在慘未來可能更慘 由於少子高齡化再加上低薪 將被迫成為工作到生命 最後一刻的過勞老人 根據統計退休勞工有三十五萬三千人 每個月領不到一萬五千元 其中十三萬人更慘不到一萬元 遠低於最低貧窮線一萬零兩百九十元 平均老年給付大概是只有一萬六千元 那在沒有小孩撫養 在沒有住房的這個支撐的情況底下 一萬六千元在非常多都市 其實根本不可能承擔其他最基本的生活開需的 青年或中年是帶著一個生活壓力的減輕 比如說公共的拖嬰拖育 或者是相對教育費用的降低 目前漢戶所得最低的百分之二十 只約一百六十六萬戶 其中六十五歲以上的就高達八十八萬戶 超過一半 觸目盡心的數字說明現在的老人陷入貧窮 過著低水平生活 然而青壯年面臨的低薪問題 更是讓狀況雪上加霜 但我們政府卻是這樣說的 那我們必須呈現 但其實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讓低薪的問題得到成年 因為低薪這個問題 牽涉到整體的經濟結構 所以短時間之內 如果我們的經濟結構沒有予以調整 我想低薪的問題暫時之間 的確也很難做一個處理 蔡政府上任將滿一年 對於低薪仍是無解 讓台灣勞工未來不敢退休 退休後等同於貧窮的慘況 如何能夠不悲從中來 記者文凱成 江洪 台報道